大家好,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你好,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阿金 旁边就是我的嘉宾阿鱼 介绍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是什么呢? 就是Fantastic Factories 很多人最近在Kickstart就派货 很多人都很pay attention to这款游戏 究竟这款游戏为什么这么多人留意呢? 我会轻轻讲解这款游戏怎么玩 大家就是建一些东西的一个公司 目的就是要尽量生产这些货 只要你生产到12个这些货,就会参加游戏 或者有人一起够10张这些Broom Clinic Buildings 就会开始参加游戏 越多分就会参加游戏 每个的分数是怎样来呢? 就是看每个建议的右上角就有个分数 有些是0或者1或者2 或者是计算生产的货 每一个一分 那些货的分加工厂本身的建议 加上最高分就会赢出 游戏的过程都挺简单的 首先第一回合 我们会有少少的建议 每回合轮流 由箱头选择 先选择 究竟我可以免费出一张建议 或者请一个工人 这些是contractor 是一次性的 我请他就发觉是要付钱的 请这些人 反而抽这些牌就不用钱 那怎样付钱去请这些contractor 它上面有四个不同的icon 你只要discard 对应的building 上面有对应的icon 的话 那你就可以请到对应这个工人 譬如我要请这个齿轮的女人 这叫investor 我就要丢一张这样的东西 的icon 就可以请他 那这个icon 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用来建议 building 如果我都想建议一个齿轮的 building 计划 我首先要discard另一张有齿轮的东西 discard了 就复制到齿轮的cost 再给下面的cost 我就可以建议这个building 上去 这个世界的资源就很简单 一是有铁 一是有电 一是有电 主要是这两种building 另外有色 我怎样用呢? 就是当大家去请完contractor 和building 之后 大家摘到自己颜色的色 就摘下去 这样色的不同combination 首先可以用在自己的板上 个人的一块 比如抽卡 拿电 或者拿铁 或者放在我的building上面 有些building 有些色位 是可以放一些色上去 一是赚货 要是赚资源 就是这样了 说完 感想 看看阿瑜 如何说 哈哈哈 辛苦你了 今天说这么久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 enjin building 其实它很有film 就是把那些建筑 建筑 人物 做的东西 全部都枯死了 在这个factory 那里 完全没有其他东西 只是工厂 工厂 工厂 工人 就是枯死了 的film 其实呢 就变成了 那个game 是好 酷得好 好 其实有很多 就是现在现有的game 里面 都是一些enjin building 都是去到 建一些东西 做一些东西 跟着拿分 大家得高分 但是我觉得 它就是 把全部 enjin building game 就简化了 怎样简化呢 人家可能是六种资源的 我只有两种 人家呢 就是有 不同的factory 可能不是工业 可能是商业 可能是其他 但是我只有factory 所以呢 就純粹在这个范畴底下 不断地 所以呢 我觉得 其实它 如果是 初玩 未玩过enjin building game 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初街入门 也是一个好的尝试 嗯 好 那我吧 我首先的感觉 就是 一款式 订阅 订阅 一个很长的enjin building 因为本身 其实它有enjin building 但是呢 它太多卡 未必抽得中的话 就未必真的 穿到那个combo 就是其实我刚才玩过 那部分呢 其实我不是靠 这些卡 combo 反而有其他player 的combo 更加漂亮 因为我怎么抽都抽不到 对应的卡 我就純粹是靠 一个套 有一个职业 可以令我不断地赚资源 那一回合就赢了资源 就跑赢了后期 好赛 好赛 再加上 它的enjin building 都会看少少色运 但是呢 可惜呢 它的game只有四个色 嗯 其实有些色的combination 是非常非常难习 之余呢 都未必可以做到 reward 未必真的那么高 高风险 但是又不太高 对了 对应它起的cost 又贵之余 可能它的building分也不高 那变成有点奇怪的感觉 是 那不是很差的游戏 其实都很简洁 其实一拿一下摘色 然后拿resources 建议 那就很简单 但是那个味道 就是 真的会比较自闭之余 还有 脱子的成长率 都会比较高 对了 不是说不好玩 不过我觉得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但是 overworld 我感受 可能我赢了game 我就觉得 可以的 可以一试 我输了 我觉得不可以 不行 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呢 哈哈 不能攻击 你整个factory 所以有一次火箭射爆你 那有很不同 是吧 但是没有的 而且那些脱子 就真的纯粹自己自 loop 接着大家一起摘色 自己做事 自己做事 就变成了 不是好像正在对战 那纯粹那个 互动的地方就是 我抽了一张卡 你就变成那张卡 抽不到 是啊 就是唯一 interaction 就是我抽了一张你想要的卡 是啊 如果你这么赞他 我就觉得要谈一下 我都不是很赞的 哈哈哈哈 他有四个范畴 四个不同范畴 铲啊 取啊 螺丝啊 士巴勒 但是我又不见得到 他那些四个范畴的卡 他是属于这个范畴底下 有什么值得在那个范畴底下 就是没有代表性 其实这个东西的公仔 是样样都有些 就是比如 纯粹这个要放式的 原来法国每个建筑都有的 那些 是啊 还有engine building 所以说明来说 应该是我们要分前期 中期 后期 去到前期 build up 那样东西 然后再慢慢 去砌到combo 最后一样狂叮分 那样才开心 是 但是这个呢 就没有的 那你说 是不是真的彈得那么紧要呢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试玩吧 玩一下的时候 就觉得 咦 玩完之后 发觉不够厚 那我找其他更加长一点的 engine building 所以我觉得 它是一个 适合入门的 我觉得 它轻轻的 level 是高过 Machicolo 少少的 一个 engine building 因为Machicolo 也是有engine building 但是它的窄色 可能会影响全世界 但是这个都会 有少少考虑到 你怎么用粒色的点数 就要砌下去 你的东西 和多了一些resources Machicolo 得钱 它有两种 很多 多了一个 所以那些 level 就会轻轻高过Machicolo 少少 就是你如果当是一个色的 game 是想挑战Machicolo 再多一点的东西 这个是ok的 因为它除了 building 它还有人 是 我觉得少少补充的 就是 虽然自闭 但是呢 当你有几个 building 在手的时候 呢 拌好四颗色 怎样可以令你 改入四颗色 又可以多一点 加多一点 又可以用电 拿多一点 又可以更多一个色 又可以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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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